台湾外交部美国之音申华拍摄 西班牙一家法庭星期六做出裁决 将121名台湾籍嫌犯引渡到中国受审 中华民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由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担任主席的国际刑警组织去年 向西班牙通报了涉及十多个组织的电话诈骗案 此后西班牙警方与中共警方联合拘捕了269名嫌疑人 其中多数人来自台湾西班牙国家法庭 National Court驳回了台湾籍嫌疑人律师有关台湾不属于中国的说法 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呼吁西班牙政府并识国际管辖及人道原则 将台湾籍嫌犯遣送回台湾 台湾负责处理两岸事务的陆委会 星期六发表声明说 针对西班牙国家法院统一中国大陆要求 将基于一种原则把台湾籍诈骗犯引渡到中国大陆一事 新政院大陆委员会深表遗憾与不满 台湾陆委会还说 中共在国际上透过各种手法打压台湾 只会引起台湾民众更大的愤慨 今年二月在西班牙政府决定把这些台湾嫌疑人遣送到中国大陆时 台湾外交部也曾两度召见西班牙驻台代表表示抗议 从去年四月开始 一些国家纷纷将台湾及跨境电信诈骗嫌疑人遣送到中国 引发台湾的强烈不满强调其司法管辖圈受到侵害 北京表示由于大不分社害人都在中国 应由中方审理 目前这一案件还还尚未完成司法程序 嫌疑人还可以上诉 是什么 必须 我们的 我们的 感谢观看